她是汉武帝时期最后一个和亲公主 为了维护边境安定 汉武帝无奈之下 只能延续和亲传统 把公主送去匈奴 但这时的汉朝已经没有公主可嫁了 只能用太皇太后的侍女代替 侍女倩儿从小就跟在太皇太后身边 气质早已不输真公主 却不料和亲仪式刚刚开始 就由小人告密拆穿了她的身份 倩儿 蝉瑜正愁没理由开战呢 这下可让她逮着了 把一个侍女封为公主 还口口声声地说 她有维护和亲的诚意 但蝉瑜并没有赶走使臣 而是想出了一条毒计 她表示自己可以认下这个公主 但得让她给已故的前任大蝉瑜传个信 让她亲眼看看大汉送来的诚意 那你们所说的信在哪里啊 公主从容的态度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个就算是吧 安排祭祀 然后把这个跟公主一起烧了 汉室 请告诉皇上 奴婢是为国家去死的 公主 本是公强柳 今朝未国谋 担心一夜随风走 何须轻始流 蝉瑜杀死了贾公主 却还不罢休 她闯进帐篷直奔寂寞而来 因为她是汉武帝刘彻的亲姐姐 一位真正的公主 医治邪早就对公主垂涎已久 只是碍于身份才迟迟不敢动手 如今她已经成为心可汗 按照匈奴的习俗 她可以继承父亲的一切 纵然公主以死相逼 也没有逃过医治邪的魔掌 当医治邪走出帐篷的时候 弟弟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了 面对碾压的实力差距 她不但要接受哥哥变后爹的结局 还要跟着后爹出征 去打自己的亲舅舅 得知匈奴和大汉即将开战 母亲更痛苦了 她只能取下自己的镯子 戴在儿子手上 希望她能平安归来 却没想到 这竟是母子俩此生的最后一面 这竟是母亲的最后一面